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惠罪网友 搜集情报 中环四海情报局又和大家见面 又是见到我SOKU 这个节目其实相当有面子印 因为出街没多久就已经有网友 自战上来做嘉宾 也马上有现场观众 不过现场观众今天就不出镜 可不可以搜大家的看下 有现场观众的 都是自战上来做现场观众 今天嘉宾如何招呼你 Kelvin 今天我们的主题 你见到背后的backdrop 其实很明显暂时都会留在日本 我知道Kelvin 日本对你来说不只是一个旅游地 还是一个热爱地 本身超热爱 我将日本的旅客分为三种 看他们在日本下机的反应 第一种旅客就会说我来了 第二种就会说我又来了 第三种就会说我回来了 Kelvin 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呢 第三种 第三种 我也是第三种 喜欢日本的朋友 我想都会有不同的原因 想踏足这个地方 我自己就是因为日剧 因为我见到每一套日剧 有很多很深刻的情节 其实都想去现场那里看看 例如2006年我看完电车蓝 之后就去了日本 东京去其中一个电车蓝 拍摄的地方 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气氛 Kelvin 不知道你之前看日剧的经验是怎样的呢 看日剧最早都是讲《东京爱的故事》 《Love Generation》 《有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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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些经验的故事 另外呢 首先Kelvin 还有一些原因令到你很想踏足日本 那个领域都挺特别的 挺特别的 是的 因为这几年本身自己是一颗花道的 是传统的日本花道 所以变成了对日本文化更加更加之而爱 甚至将自己的家里变成日式的家居 都可以看一看的 可以展示一些照片 去你家怕做迷节目行不行 去你家处处 外景就是去Kelvin家 其实都不介意说一点 因为本身今个星期 TVB都会播放《安乐网》 其实就是去了我家 就是去了我家做一个专访 关于和式的家居 好了 今天我们就准备了两条主题旅游路线 一条跟日剧有关 第二条跟花有关 我们先去第一条片 大家好 今天来到中木黑站 TOKYO METRO的中木黑站 稍后我们会向着这个方向走 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大约走了五分钟之后 便会来到这个街口 可以留意一下 上面有一间叫做WATANABI 的Entertainment College 然后我们就由这个街口 转进去 一些可能比较早留意日劇 或者90年代初有看日劇的朋友 很快就知道我带大家去哪一道 其实就是东京爱情故事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拍摄场景 就是劇里面的主角 圆子和利香上班的大厦 但当然了 它不是叫做HATSPOT的 它其实叫做 太阳珠色会社 我们可以再看一点点 东京爱情故事 其实就是柴门云的一套作品 在90年代初才改編为电视剧 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 劇里面那间叫做HATSPOT的公司的正门 那当利香接完原志乐基 其实就是由这个正门 就带了他上班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 那其实呢 就一点都不像商业区 反而是像一些住宅区 我觉得 这边走出去才是大马路 后门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呢 可能太早了 仍然是未见到利香和原志上班 因为现在都是7点多 另外发现到一样东西 在大厦的下面呢 是写着 慶圣伊列五月的 而东京爱情故事呢 就是90年代初的作品 那就是说 当时呢 其实是找了一幢 比较新的建筑去拍摄的 大家好 来到 几乎没有游客来的深夏站 那当然有东西带给大家看 一出 但是我们就向着这个方向走 由镜头正前方深夏站的A1出口 转左 走到这里 叫做新大调区 这边 那接着这个斜路下去呢 那大家很快就会知道 我带大家去哪里了 大家能否认得这个路口 虽然身后是一幢 我想大家都不认识的建筑 但是其实这里就是96年 拍摄游长佳琦 一个很主要的层地 这里本来就是剧里面 牧村特装飾演的赖鸣 所住的三栋式公寓 但是呢 因为那栋建筑 其实现在已经拆掉了 所以呢 只能够带大家来看这个位置 那为什么这么快 可以处置到这个位置呢 全靠后面那座建筑 拉后一点给大家看 大家是见到 三正生命这座建筑 幸好它没有测 再根据剧里面的一些景色 就很快就处置到这个位置 就是三栋式公寓 很快就带大家看看周围是怎样的 这座建筑 当年这里就是牧村 扔波雷的地方 转了 也是在游长佳琦里面 经常出现的一条河 男主角 经常会在这条河隔离 散步 而也是和女主角 初次接吻的地方 来的 走快一点 给大家听一下 上到来就是这样的样子 有个屏幕就是牧村托宰 和松子在大概这个位置 散步 后面有些东西一样 我就看到游戏机的标志 就没错了 而左边呢 看到这个新大桥 即是那些日文字 是解新大桥的意思 而大概这个位置就是 拍摄浮生土彩 和松子在劇里面 初次接吻的地方 大概是这个位置 因为我看到新大桥的字 那当然也带回一些资料给大家 我们经常说那条河究竟是什么河 其实叫做 御田村 这条河叫做御田村 就是前面这条 这个资料板 上面也转移了 新大桥 就是刚刚提到那里 那里 那里有少少 新大桥的历史 那么熙日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但我就要找人翻译了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 那里有什么河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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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熟悉呢 那是之前一部日劇 叫做 逃避虽可使但有用的其中一个 但是 这地方正式 是叫做 這次帶大家來到神智站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神智之深六道公園 一出了麥草之後 經過這條橋就會到了 剛才出了麥草站之後 是否有一條橋 但我已經很快過來了 我現在是位於公園的其中一個入口 轉角彎大家很快就知道 我在拍些甚麼給大家看 這裏就是日劇Hero一二站 下高頻率的地方 Hero這套劇 這個麥草站就飾演檢查官技 但導演就用了一個調查員的身份 去包裝這個合身 很充分地展現到這個角色 在戲裏的風鈴和智慧 而有日劇Hero一望 寵壇展也是在這個地方 就用了神智光正選足球的名字 飛球全合到的艇 其實都是在這裏 estaba watching 好,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 idea 還是喜歡這個主題路線 今次就去了實地 想像一下 一些九十年代日劇經典情節的一些記憶 希望一些九十年代有提開日劇的觀眾有一個共鳴 當然也有很多經典場面 也有一套比較新的 我們用後再介紹 Kelvin不知道剛才認不認得到那些場景 認得到 一些東京愛的故事 有Long Location住開的那座大廈 有很多場景我也有看過 為什麼我找到這麼多場景呢 就是以下這個網址 你進去拜年代的照片 然後找回你喜歡的那套日劇 再可以進去就找到一些裡面的經典拍攝場地 但是首先你就要知道那套日劇 大概在日本什麼時候播出的 譬如有長假期 你就去到這個網址裏面 找回1996年的日劇 然後再找有長假期 然後再看看你喜歡哪個since 然後再在Google Map 找回地址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很麻煩 又想去我剛才那段片的某些地方 直接聯絡我 我也很樂意告訴大家怎樣去 做了地圖 現在馬上進入第二條主題路線 是的 第二條主題路線 其實今天的主題是講花 你看到Backdrop也有很多花 因為本身現在的時間 就是最適合去日本看櫻花 我們可以先看看第一張圖 麻煩 這張圖其實是小弟的作品 因為我本身學了正宗的花道 也有幾年的時間 我本身學的是磁方的花道 先賣一下廣告 在香港也有分校教授 至於為什麼我那麼喜歡日本文化 其實花道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因素 日本有茶道 還有香道 還有其他弓道 合器道等等 弓是弓 弓是射箭 弓箭的弓 弓箭的弓 如果你留意 我上次去京都站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學生拿著一個很大的盒 差不多整個人那麼高 那些就是弓的盒 裝弓的 所以變成是很特別的 我特別喜歡日本的古代文化 這一盒其實是日本的花道 其實都有超過500年歷史 原本以前的花道是用來弓佛的 最主要 模仿一個生長的姿態 即是比較自然的生長姿態 所以其實今天最主要都會講一下花的一些元素 我們可以去下一張 你是身體力行這樣去參與的 即是不只是看的 不是看的 即是不像我這樣 只是過去看著看著看著 我真的做的 你見到第二盆 這盆也是我自己插的花 所以你見到其實也有不同的形態 其實在日本也有京都和東京都有教授 有很多師奶 甚至是比較老的教授 都喜歡學這種花道 因為今天講花 所以都賣一下少許廣告 其實都可以再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或者聽眾 都可以問一問相關的 即是問一下我相關的網址 再看下一條片 就是下一個相片 其實這個就是關於櫻花的 我們今天講的重點 最主要其實 這個為什麼要展示給大家看呢 因為其實都不想大家有一個錯覺 因為其實櫻花的花期 最長的時間 都是大約兩個星期左右 所以最好出發之前 一定要看 上網查一下櫻花的情報熱線 這個是今年的情報熱線 你見到其實差不多 如果你計算到現在是開花時間 其實都是3月底至4月頭就會開花 又南向北開 沒錯 所以變成如果現在去 即是預訂機票差不多去京都的話 就應該會差不多一個時間 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因為花期很短 所以要有時有些運數 我第一次的經歷去看京都櫻花 就是剛剛預訂錯了時間 所以就看不到的 只是看到一些花嵗 所以各位聽眾真的要小心點 可以檢查清楚花期才好 先預訂酒店、預訂機票 櫻花其中一個最吸引的地方 反而盛開的時間是很短 很短 所以日本文化裏面 經常將櫻花比喻為武士 短短而輝煌的一生 還有在日本傳說裏面 櫻花本來就不是粉紅色的 是白色的 沒錯 接著有一個武士在櫻花樹旁邊的字敏 從此櫻花就變成粉紅色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挺特別的 不過現在的櫻花在日本 大概有10種左右 有10種 多數有些是水櫻 或者是三重櫻 如果你去京都的話 包括我一會介紹一個很特別的地點 藍山的話就會見到很多 可以去看一下一張 這裏其實我這次是說少少深度行的 就不只是那些比較普通的旅遊景點 我們會說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京都的藍山 Sugu 你也有去過藍山嗎 有去過 2008年去藍山 但是那次就是看紅葉 看紅葉也是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藍山本身你見到這裏 一般人有三種方法去藍山 第一就是坐在京都站巴士 第二個方法就是本身坐JR去藍山站 第三個也是我最建議的 就是北野白梅町 坐這架小火車 即是叫藍電小火車 去到藍山站 為什麼這條軌道這麼推薦呢 因為其實這架小火車 本身兩旁都側滿了櫻花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而且這個路線比較少人去 就不用跟其他旅客一起迫 而且本身站的距離不是太長 大概15至20分鐘左右 所以變成了非常值得 你看到兩旁 這幅圖剛剛顯示到 兩旁都開滿櫻花 你可以很近距離看到櫻花 可以再看下一張 你看到這就是藍電的一個地圖 中間轉一轉車就可以去到藍山 講一講藍山其實是什麼地方 藍山其實是京都的一個郊外地方 很多人以為是真的上山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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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帶行山鞋去 不用 不用 是一個比較悠閒的一個郊區 但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穿皮鞋去都可以 沒錯 而且本身藍山 我先講一點背景 其實它是以前一些名門貴族 去度假的地方 所以這個都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可以去下一張 以及以前有一套電影叫 《藍記回憶錄》 就是在藍山的杜月橋那裡拍攝 一會兒都會看到杜月橋 下一張 這裡就是藍山的地圖 我們一般都會參觀 剛才Suko說的杜月橋 就是那條很大的河 中間那條橋就是杜月橋 大概在下面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藍山公園 那裡全部都開滿了所有的櫻花 如果是櫻花的時間 另一個比較漂亮一點的 可以上櫻的地點 就是在天龍寺 天龍寺其實隔著的地方 可以搭回車走 我一會兒會再講一點 那下一張 這裡就看到杜月橋本身的河 你見到其實山頭都開滿了櫻花 所以你見到其實就是粉紅色 但是Suko如果你在秋天看到 就變成紅色 所以其實藍山真的非常適合四季 不同時節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你去那時候是滿開沒有 滿開 剛剛就是滿開 滿開其實真的更加短 只是那幾天而已 是 所以真的特意調整的時間 所以有些經驗 真的要補它 要補它的 有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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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遲開一點 要適合時間的溫度 再下一張 你見到其實這個就是 藝技回憶樂所說的杜月橋 這是非常之出名的一個景點 其實兩旁都本身是開滿了三重櫻 所以這裡可以再看到藍山的景色 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的 還有很喜歡這張照片 它遠近的距離 那個層次很分明 變得櫻花是很清楚的 但是背景又不是完全沒有了 是 還有本身杜月橋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是可以下水的 我們可以走過去的 其實可以下水走過去 我上天夏天都有特意和遊人和朋友一起 赤腳地走過去 是挺好的體驗 因為夏天去和春天去是兩個不同的景字 可以再下一張 這裡就是藍山公園 藍山公園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公園 其實有些攤檔可以吃東西 非常之多遊人 但是這裡全部都開滿了櫻花 如果要一些櫻花 你想近身去看的話 就絕對可以來這個公園看 櫻花盛開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攤檔食物 有的 非常之多 最出名的一定是雞肉串 雞肉串 章魚丸 燒餅 大阪燒等等那些食物 炒麵 炒麵 沙巴 沙巴 是的 都非常之可以在這裡吃 不過一會兒我會再講多一點 關於這方面的文化 下一張 這個就是告訴你 其實是櫻花的情況 再下一張 是的 去到說回 剛才說的 除了南山公園之外 我們會去過天龍寺 都是一個很出名看櫻花的地方 經過天龍寺 其實就是中間 我們其實的目的地 就是想去搭這個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去到京都或者去南山的話 就會去滄外野小火車 這裡就是剛剛的滄外野小火車 有兩卡就開頂的 兩卡還是三卡開頂 其實現在就全部都沒有不開頂 以前我記得 我去的時候還有兩卡還是一卡開頂 我記得價錢有少少不同 有不同的 當然最快就爆了 是的 還有要和各位聽眾說 要上網最好預訂了 還有最好先儘早買了票 因為其實也挺爆的 南山是一個比較熱門的旅遊景點 我記得我那次去上午十點 已經爆到下午四點幾個城車 沒錯 尤其是櫻花這個時節更加爆 更加爆 所以變成最好是上網自己預訂了 先去留意 還有有幾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滄外野小火車 其實中間會有個朋友 朋友就會扮一個叫做山妖出來 去跟你說Hello 會和你拍照等各方面 這個是和觀眾一起玩的 最後呢 這個滄外野小火車就會去到馬掘站 你可以下車之後 就可以搭JL去京都站 所以都非常之方便 可以下車 中間其實都經過一個竹林 香港是很少見到這麼漂亮的竹林景 這個是日頭的竹林景 大家都見到 其實是很多雜誌 甚至是旅遊書都有介紹過 必會出現的一個圖案 必會出現的 這個地方都拍過一套很出名的港產片 是嗎 看看大家觀眾知不知 我不可以猜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問一下我 好啊 看看大家猜不猜得中 OK 這個呢 其實除了一個很出名的景點之外 這個是日頭拍的 再可以去看看下一張 櫻花除了配藍天之外 亦都可以配夜空 沒錯 我也是想說這件事 因為很多香港人 其實看櫻花 或者看其他景物 甚至是紅葉都是 都是習慣了日頭去看 但是其實晚上去看 是非常之美的 非常之難忘的 如果紅葉 可以叫做晚風 有一個地方叫做高台子 都在京都相當之出名 高台子、藍蟬子 都非常出名 對 不要緊 回來了 這次我們先去主題路線 這個主題路線 就是講到晚上 原來看全部都變成金色的竹 這個竹林就變成金色 非常之美 我們再去下一張 看看 夜櫻花 其實剛才講到日本日頭的櫻花 現在在講夜晚的櫻花 這張照片 大家如果有眼力的話 或者本身比較熟悉日本的京都的話 都知道這個其實是日本的清水紙 如果是晚上的話 留意開放時間 特別要留意 因為本身只有兩段時間 清水紙或者其他寺廟 是晚上會開放的 就是櫻花的開放時間 第二個當然是紅葉 還有紅葉的開放時間 看到其實現在就是夜晚的櫻花開放時間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裡就是門口 大家都知道 這張的燈光是藍一點 剛剛那些是黃燈 這張藍一點 有一點淒美的感覺 沒錯 還有本身其實一般來說 其實它都有配合不同的燈光 比較特別一點 香港就看不到這些景色 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人日頭看了櫻花的時候 不妨在夜晚 你知道京都都沒什麼做 所以可以再參觀夜晚看櫻花 因為這些其實雖然是自然景象 但是你看夜鷹 其實真的要有人去管理 是啊 去梳造人潮 要開燈 調適它的燈光 那些角度 這樣才漂亮的 沒錯 就不跟你拿電筒照 完全不同 兩回事 還有其實日本人 都挺傾向晚上去看櫻花 因為我看到很多參觀都是日本人為主 就比較少是 他們當作是一個晚會 是的 一會兒會開燈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喜歡這種情況 喜歡晚上去看櫻花 可以看下一張 這一個其實是一個地圖 就是關於我們平時 通常路線圖就是清水寺 就會走過去經過幾個板 高台紙去到八板神社 然後回到京都的市中心 但是中間這條路 其實是晚上走的話 就會另一番風味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另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八板神社的一個景字 再下一張 你見到其實夜景就很不同 好像在拍戲一樣 沒錯 是真實 是你拍的是不是 這個是上網找的 但其實真實上都是這麼多人 都是這麼多人 都是這麼多人 因為初期以為 其實夜晚之後就會很少人 但其實原來在那段時間 是非常非常熱鬧的 我們可以去再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神社 Soko知不知道神社和紫有什麼分別 你介紹一下 其實很多人有誤解 就是覺得清水寺和白板神社 神社和紫有什麼分別 其實講一講 神社其實是日本的神道靠的寺廟 而致遠真的是日本的佛教 是兩個教派 所以是有點不同 所以你見到現在這一張照片 就是白板神社前面的一些裝飾 再下一張 你見到 這個真的是在晚上見到的水鷹 這一波是我拍的 都是滿開的是不是 滿開 那時候滿開 那時候滿開 非常之多人 你再看一下 再下一張 你逼到這個angle 拍到應該有些難度 對 你見到晚上有很多當攤 後面有些當攤 對 就是我們吃開的炒麵 所以不會餓親的參加 不會 雖然附近應該沒有什麼參觀 對 以我印象之中 因為初期我打算 第一次去看夜鷹 我沒有預期到 有那麼多人會一起去參與這個城市 而且有那麼多 其實大部份 佔了絕大部份 都是日本的當地人去參與這個聚會 因為很少外來人會看夜鷹 比較少一些 其實宣傳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這個真的可以跟一個 當地人有一個交流的機會 比較深度少少的旅遊 那下一張 絕對 上次我在宏前城看夜鷹 其實幾乎碰不到香港人 又是一個說英文的人 沒錯 所以變成很值得去看 大家都傾向 喜歡在櫻花樹下 去做一個吃東西 喝酒 或者聊天 都是一個好地方 可以再去下一張 都是見到當地人 都喜歡放下一些在那裡喝酒 或者三五知幾在那裡聊天 坐下很有閒地去享受 我也有參與過當中 所以非常之開心 而且很難忘 這次的聚會 因為我覺得現在香港人 就傾向開始深度 又會多一點 因為其實大阪和京都 這些地方 實在去得太多 要有些主題 喜歡 沒錯 主題 所以變成了 我希望 有機會 再講一講 一些主題 因為下一張是一個引指 就是我去過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京都的下鴨神社 一個節日 因為我特意為了這個節日 而飛過去的 這就是下鴨神社的光之際 非常之靚 非常之靚 是何時 上年的大概七月左右 七月左右 即是夏天 是的 但不要問我接下來有沒有 因為我想告訴你 這個掣已經不會再有 因為只會是一次的 是很特別的 因為這個掣 其實我也講了一些背景 我都差不多排了三個小時 是去會場的 你看到其實非常之靚 而且很詭異的氣氛 可以再看下一張 可能有點悶 其實是夏天神社 這裡本身 是有不同的燈光 如果觀眾的反應好的時候 我都可以再上來 再跟大家談一下 這個夏天神社的光之際 究竟有些什麼特別 以及為什麼會吸引到我 特意要回到京都 這個是很難忘的經驗 再下一張 就看到其實光之際 裡面的一些特別的景色 這個是一個光之際的宣傳照 希望再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以及聊天 好 可以回來了 是的 回來了 好 希望大家 終至我們今天 和大家分享的這兩條主題路線 另外也呼籲大家 如果有哪位想上來做嘉賓 可以聯絡我 或者聯絡這個台的Alex 去講回你的一些旅遊經歷 或者你在一些外地遇到的趣事 比如今次講英花 Karen 知不知道有些日本公司 很喜歡搞一些上英會 做一些公司活動 但是也是一個推廣活動 因為其實他們就是 找個人去霸位看櫻花 霸位的時候 他們就會和自己的公司招牌出來 就順便賣廣告 也吃剩上英這個氣氛 其實上英他們是必定會做的節目 是的 公司內部也好 跟客戶也好都會做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日本有業務的話 可以用下這條招牌 另外就多點在YouTube留言 記得訂閱、分享、分享 多點用不同的方法 最好就在YouTube留言 或者找我們都可以 相信有更加多的資訊 和大家分享 好 今集就是這樣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方面的旅遊知識 好 拜拜